就在中國共產黨的習近平 專權獨裁極大權於一身 而且向外界所釋放的訊息 是他新增的五年的任期 恐怕就要拿下台灣 而且在他的今年的致辭當中 也不肯承諾不以武力統一台灣 在這樣的一個氛圍之下 11月26號的九合一選舉 當然就是台灣人表達對抗獨裁專權的 一個最重要的時機 我們如何看觀察者們看待 中國跟台灣在這個互動關係的情況之下 11月26號的選舉代表什麼意涵 同時昨天習近平把胡錦濤架走 而且他就坐在旁邊那個畫面 到底代表的是什麼樣的內幕 以及可以探討的秘星 我們現在非常謝謝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 石板明夫先生跟我們做視訊的說明 石板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看到你跟汪浩還有吳嘉隆先生 王丹幾位非常熟悉中國共產黨的人士 對於習近平的二十大結束之後的大權再生 其實多半都是憂心忡忡 那請教你 你怎麼觀察台灣人對這件事情的反應 那麼到現在為止如何來看待這件事情的衝擊 怎麼說我覺得這一次的總體的七個領導人其實都是習近平的小弟 他們就是他們的所有的就是說都在比如說他們都是在習近平在福建 浙江等地或者在陝西找來的就是說如果沒有習近平 他們是不可能進中央的這麼一群人 那麼這些人他們進入了中央完全靠習近平 所以說他們只能是對習近平效忠 然後得到自己的表現 那麼也就是說今後的這個習近平體制才能真正完成 那麼其實我們過去看到習近平種種的倒行逆施 實際上是旁邊有李克強 汪洋這些人幫他攔截守衛 中國才是這樣 那麼今後的所謂的習近平時代可能從明天開始才正式開始 正式開始之後那麼習近平作為一個怎麼說呢 一個低配版的毛澤東 他打要實現的國家的統一或者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其實是建立在對外擴張和對內壓迫的邏輯上的 所以對台灣的攻勢一定會更加明顯 那麼這個是軍事上的壓力或者各方面的壓力 過去鄧小平時代呢 其實他是對台灣是一個就是說打台灣不如買台灣嘛 他用了很多的會台政策 希望能夠把台灣人的人心收買過來 但是習近平上台以後呢 其實他已經轉回了就是說我們不買台灣了 我們開始準備打台灣或者恐嚇台灣的方式 已經漸漸呈現了 那麼今後我覺得不管是在軍事上的威脅 另外一個我覺得最嚴重的就是說 以過去呢中國打不打台灣 我們是可以從邏輯上分析的 比如說當時的中國的國內的軍事實力啊 國際上的形勢啊 各方面的可以判斷中國這個時候打台灣的勝算有多少 所以中國出兵的可能性有多大 但是今後習近平變成一個完全獨裁政權的情況之下呢 而且呢他周圍又有這麼一群yes們 只聽他的天天喜歡討好他的這些部下們 就不可能給他正確的信息 是揣摩上意 他想做什麼 大家提供一些他想要的信息給他 那麼所以說習近平很可能 在基於錯誤的情報之下做出戰略誤判 所以這點是一下子我們國際分析沒有用啊 習近平他本人的這個也不是很聰明 他信息是錯誤的 所以打台灣的這個風險 不是說提高而是更加不透明的 這點是大家要小心的 好就是說你碰到一個沒有辦法預測他的行為 跟他的這個決策的邏輯 反而更是一個危險的炸彈嘛對不對 要請教台灣的人士可能不是非常清楚中國共產黨跟共青團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所謂的這一次的團滅在中國共產黨的內部 在共青團內部難道不會引發反彈嗎 那共青團就這樣子任命的要被滅掉嗎 你怎麼告訴我們如何觀察這個決定之後 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權力的鬥爭或是權力結構上 難道不會有新的涟漪或是新的衝突嗎 一定會有的這種所謂的叫一統江湖式的方式的話 就是說如果一個正常的政黨一個正常的政府 它是一定要搞平衡的 這個不管是在日本台灣也是一樣嘛 不可能就是人多一定會有派系 那麼如果說一個健全的一個政權的話 會把各個派系讓大家共治嘛 大家商量著做事情嘛 那麼只有說把別的派系完全趕盡殺絕 只剩自己的人就說明它是有超度不安全感的 就跟習近平這次講了多少次安全一個意義 就是說他除了自己派系的人就完全不能相信 完全不能信任 在這種情況之下所以才用自己的派系 但是說一旦自己的派系形成的話 比如說這次我們看到就有新的派系出現 就是說這次習近平用的米牆 是他浙江時代的部下 然後大部還有蔡奇是福建時代的部下 他又找了兩個陝西人 就從陝西起來的一個是趙哥樂記 一個是李希 就是兩個北方人進來摻沙子 等於說他的習近平內部的權力鬥爭 也開始呈現了 但我覺得這次人士呢 和1969年的共產黨九大是比較相似的 共產黨就毛澤東把劉少奇打倒之後呢 共產黨九大的時候呢 把這個整個的中央委員換了五分之四 就把劉少奇內派全部打倒 上來都是文革派 比如說什麼康生啊 什麼陳伯達啊 林彪這些人 但是九大好像是就是文革派一統江湖了 但是短短兩年之後就出現了林彪的叛逃事件 後來又出現了這個批林批孔 毛澤東跟周恩來的矛盾又開始尖銳化了 那麼所以說在中國的這次習近平這麼做的話 說明只能更加加劇黨內的矛盾 就像剛才講的胡錦濤能公然的就是提出 應該是反抗意見又公然的被拉出去的話 這種是屬於黨內的矛盾的明面化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聞所未聞的事情 同時我們在二十大之前還看到了 在這個四通橋北京中心部四通橋 有這個讓習近平下台的標語出現 這個也是在這個高度防衛的情況下 非常難出現的事情 也就是說不管是共產黨黨內的矛盾 還是共產黨和民間的民眾的矛盾 都已經被了高度激化了 所以說中國今後會這種全更加激烈的鬥爭 現在剛剛開始上演 好 這種內憂外患國際之間也在觀察 那請教你 在台灣立刻就出現了要避戰不要挑釁 這樣的一種說法 同時也認為說中國會來打你 只要你乖乖就不會來打你 那這種訊息搞不好會越來越多 你怎麼看待這種訊息會讓選舉變成了屈服派獲勝嗎 還是抗共派反中派獲勝 等於說我覺得這個選舉對台灣人很重要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習近平他現在所謂的 他的二十大體制已經拋棄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 這麼一個政府的目標 而是變成了實現這個強國夢的這麼一個新的政府的理念 那習近平的強國夢居於什麼呢 一個是對內壓制和對外對內統一和對外的擴張 他擴張的首先其中就是統一台灣 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是說很明顯中國對台灣要求統一 而且要比跟香港更明顯要把台灣的現在所有的自由民主法治 完全拿掉的這種野心已經大家看得很明顯了 在這種時候台灣需要保護自己 就是說我覺得就是狼要吃羊是狼的天性嘛 那麼如果這個羊認為跟狼溝通就能讓狼不吃羊的話 這不是狼的問題而是個羊的頭腦問題 那麼台灣有一群人天天說幻想著說只要跟對外溝通就能和平 這是不可能的 作為羊怎麼辦 羊一定要就是家住把自己的家做得更加牢固 然後和很多朋友在一起 比如和獵人朋友在一起 讓這個狼不敢打過來 這是羊的唯一的選擇 所以說我覺得現在說要溝通要怎麼樣的 中國已經變成這樣了 你現在跟中國溝通的話 絕對不可能有任何好結果 好 最後請教您 那美國他們倆已經在自身的利益上面做了很多的準備 比方晶片的產業要移到它方便取得的地方 同時他對中國的晶片也開始做一些強制的制裁措施 我們怎麼觀察美國他的態度 怎麼說 我覺得中美的關係 習近平他的這種新的政權 就是要挑戰世界的霸者的 所以說中美的構造已經變成了 就是說結構性的構造 美國不可能乖乖地把世界的霸主讓給中國 那麼在長期以來 中美一定會鬥爭的 那麼作為台灣的來說 一定要站在美國這一邊 台灣是沒有別的選擇的 但是短期的來說 中國會對美國 習近平剛剛上台 就是第三期剛剛起步 他需要一個稍微安定的國際環境 所以說中國可能會對美國遞出一系列的橄欖枝 我想中國想修復對美的關係 這個時候要看拜登政權會不會能接多少 然後就是說在其中有沒有 會不會在某些地方出賣台灣的利益 這是台灣應該最關心的地方 那麼所以台灣現在 凡是和中國眉來眼去的 不管是哪國的都會受到民眾的唾棄 所以說我覺得台灣要聯合一切 這個友台的力量 來就是說把自己的聲音發出去 然後把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這是最重要的 但是問題是台灣有些政黨 它是跟中國共產黨眉來眼去 你怎麼看這些政黨人士 對於二十大之後的中國發展他們的反應 那我們要如何來判斷呢 這個等於說台灣是民主國家 民主就有民主的成本 所以就是說他們被滲透 各方面的每個人的政治主張是他們的權利 這個風險是台灣不得不冒的 但是我相信台灣人 大家看到了習近平 就是當年權力提拔習近平 把自己的所有權力 都轉交給習近平的 這個胡錦濤 被這麼狼狽的方式架出去 而且胡錦濤他那些舊部 每個人都不敢回頭看 只是裝著假裝什麼事沒有發生 兩眼發呆看著前面 神情慕然 看到這麼一個政權的話 我想大部分台灣人還是很清醒的 就是說我相信台灣人民會在選舉中 做出一個正確的判斷 像這種畫面中國人會慢慢地口耳相傳 會了解嗎 這個畫面的話 當然現在中國是把所有有關胡錦濤的信息都下架了 而且在中國的微博上查習近濤也查不出任何這方面的東西 但是這種東西中國人還是非常喜歡政治的 所以說這種東西會通過各種各樣渠道 會影響到中國 而且中國那些精英都會知道的 所以說決定國家民族未來是屬於精英階層 我想這種東西一定會傳出去的 而且呢 就是說現在胡錦濤團派和習近平團派被團滅之後 按照共產黨的一般的操作邏輯 以後一定要清除流毒 清除與黨 所以說今後我想它的黨內的清算還會再繼續進行 還是有一封非常激烈的權力鬥爭還會繼續發生 是團派其實在中國得到精英分子的支持的比例還蠻高的嗎 對不對 所以你的意思會繼續會有黨內鬥爭大屠殺 會繼續有不穩定的情況發生 對 這個團派所謂的團派 其實就是說改革派或者說國際協調派 就是說中國在這個大部分的中國人都經歷過文革 知道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這種倒行逆施 會給國家民族帶來災難 會讓大家的這個生命財產都不能保證 都是經歷這種人了 那麼鄧小平的國際協調 這個使中國能達到的這個經濟的發展 大家的生活都變好了 這個自由也越來越多了 現在完全逆回去的話 這大家心裡是明白 只是現在敢奴不敢言 因為習近平掌握了他的槍桿子和刀把子 還有筆桿子 這幾個在控制 但是這種狀況的話 持續下去 民眾反抗的力量會有各種各樣形式展現出來的 所以說我認為中國並不見得是 習近平好像是在人事上他就掌握主導權了 今後中國就由習近平這個一統江湖了 絕對不會出現這件事情 中國國內的反抗的力量 要求和國際社會接軌的這種聲音 它是非常非常強的 好 最重要的當然還是它的經濟發展 如果不符這個民眾所求 尤其是疫情後 後疫情時代 全世界都解封了 只有這個國家還在孤立的清零當中 那可能會有不同的發展嗎 你覺得台灣人是要憂慮嗎 王浩說我們不可以有幻想的要備戰 你認為台灣的做法 應該像曹晉成先生所說的 全民來準備一場防禦中國入侵的戰爭嗎 這個政府跟在野黨 你覺得他們都應該怎麼做 按照你在旁邊觀察的建議 當然說等於說中國現在變成一個不可預測的一個 就是政策集團 而且做事情又沒有底線 做事情判斷又是非理性 我們看到這一點的話 當然是台灣是要準備備戰 台灣備戰準備的越好 那麼自己被警衛的可能性會就降低 這點是台灣人沒有別的選擇 那麼同時我覺得台灣也要做出很多的 就是說怎麼說呢 不但要防止一個強大的中國過來 同時也要防止就是 如果中國它這個垮掉 這個獨線證垮掉的話 那對台灣來說也是另外一種災難 那麼不光是台灣 包括日本一樣 比如說習近平政權垮掉的話 那可能就有上千萬上億的難民 可能要往外流出 這些事情我覺得台灣沒有辦法 攤上這麼一個鄰居 那麼台灣要一直的 就是說居安思危 要做出各種各樣的準備 好 非常謝謝 謝謝石板明夫先生 所做的短中長期 怎麼觀察習近平的王朝皇帝 所帶來的影響